《星星有計談》 謝謝 我們有Jason和陳柏宇 我其實想和你談談 就是女朋友方面 最近見到很多報道 自從公開了戀情之後 就和Leanne討論 你會聽到我的財政大權 都交給女朋友 我會覺得很多人 會封你女朋友做偶像 或者很羨慕的女朋友 有這麼好的男朋友 將自己的財政大權 交在女朋友手上 可以控制到 或決定到 當然你覺得我好 就多謝 好男人 這是一個誤解 好男人 不是好男人 好男人 但是為什麼 我會把我所有的財政交給他 因為我不懂得去管理自己的財政 之前是不是很大小 大小的 大小是有多少小多少 那變成我真的一分錢都做不到 但是就是 譬如說你一分錢做不到 你有多少花多少一件事 但是很多男人 都寧願是覺得 我不想讓女朋友知道 當然不行 若然我們要有將來的時候 當然我們現在要開始計劃 即使我們要結婚也好 或者不結婚也好 其實存錢 去為將來打算 其實都是一件好事 那其實你暗示了 其實你跟她 是朝著一個結婚的方向去 不說那麼遠 但起碼認真 我覺得認真拍拖 就怎樣 你一定會想到 但是有多近 還有有多firm 整件事 就未必去到 即有三五七年的時候 是的 一個時間會長一點 好 明白 但是在女生來說 就是女生來說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一個 超級完美的 那是不錯的 其實 其實OK的 我突然覺得自己賺錯了 不過我很看識 真是懈悔要你多一個 明白了 明白了 好 其實另外一樣 就是譬如說你選擇去公開這段戀情 其實會不會是令到女生都會有些壓力呢 不會吧 我又沒有考慮到 其實我們第一 是有商量過的 會不會公開 我們起初那時的計劃是怎樣 就是剛剛開始拍拖 撞到就拍了 對 你拍到我就拍了 你拍不到我就不故意說 你問我有沒有拍拖 我都會照樣說 但你不問我就不說 不是欺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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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突然突然好像 撩一個話題 對 但是我們有決定過 就是如果被人拍到的時候 就承認了 除非有其他方面的公司 又或者反對 反對的時候 才再去考慮會怎樣做 但當然了 因為有跟公司溝通過 他們都覺得沒有問題 正常人當然要反吐 對 正常人當然要反吐 對 對 所以 還有自己本身不太喜歡 飲活 對 癢癢癢癢癢癢 那些東西 所以公開了其實就好 舒服的 舒服的 在你自己是舒服的 在我自己是舒服的 因為我會覺得女生可能會有些少少 就是阿里恩會有些壓力 因為我偏偏見一些記者會問她 你這樣說 那些人說你放宣傳吧 嘩 如果是 好啊 我可以給到一個宣傳的機會 就是我夠紅 不是啊 都是啊 不是嗎 我公司其實都很多人出來 你知道剛才去洗手間的時候 不斷有人說 喂 陳伯宇要去廁所 每一個男同事出來說 陳伯宇要去廁所 也是啊 正常人都要去廁所 好了 那我下一集回來 繼續有陳伯宇 好啊